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劇透社嘉一 今天又到我跟大家說八卦了 那嘉一就想問了 你們有沒有一種感覺 最親近的人身體健康比一切都重要 最近譚小環就出席電台活動 說到老公蔡強榮早前患癌的事 就令不少人擔心了 譚小環首次公開講老公的病情 她就說是不幸中的大幸 其實她老公的病基本上已經康復了 因為她有定期檢查的習慣 檢查出癌症的時候 就是肺癌一期最初 兩個星期前已經做了手術了 癲療和化療都不用 現在手術之後已經康復得差不多了 現在就在家裡休養 譚小環還說 現在老公還將唯一的壞習慣解了煙 問到老公的病情會不會影響到要小朋友 譚小環就說 在老公患病之前 雙方就已經決定不要小朋友 兩個人已經有過三歲的女兒 就是一隻貴夫狗了 那就已經足夠了 面對疾病的時候 我們總是脆弱的 很慶幸譚小環可以樂觀面對 都很慶幸她老公已經康復了 更多講劇資訊 請關注微信公眾號 講劇集頭社 劇集頭社傳媒為你報導